又是星期一的TS君 早早來念書 然後今天還有我媽媽幫我帶的愛心沙拉 然後等一下下午再去上課 下課了 剛一下課就覺得超餓 然後就趕快吃了一個鳳梨酥 然後一想到明天沒有課又覺得很開心 不過這堂課下禮拜就換我報告了 有點害怕 總之現在就是可以回家了 我覺得早早下課真的覺得很開心 現在才不到四點半 現在是中午 來講一下今天早上起來 不知道為什麼就覺得很累 明明昨天晚上也沒有多晚睡 然後剛剛教室又很冷 然後老師上課我也聽不太懂 然後就覺得一整個很欲阻 那現在是吃飯時間 那我帶了沙拉來吃 然後大概只有不到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因為等一下就要馬上去當TA 順便講一下我這兩個禮拜當TA做了什麼 那就是幫忙分組啊 然後幫學生買課本 然後呢 在到期前一定會有人在跟你講說 喔可不可以在家買之類的 於是呢我就跟出版社講說 不然來收錢的時候再幫我多帶幾本 那他們說好 所以我今天就可以再發第二次的課本給 那時候沒有買到的同學 有家買課本的同學可以來這邊拿 下課了 今天真的是太貨不擔心了吧 我把課本弄好了 然後就有一個人拍拍我跟我說 助教我也有買課本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有寄信給我嗎 他說有 但我真的沒收到 然後他就拿給我看 那確實還有寄 那這樣子 要怎麼辦 因為我也沒有特別說 就是有跟我講 然後要收到我的回信 才確認有 所以就是我自己沒有想清楚 那現在就是可能要再打電話給出版社 跟他說要再多買一本 買第三波 然後下禮拜一有一堂課要報告 所以等一下要跟主員 稍微留下來討論一下 好辛苦喔 天氣真是好 要去買午餐了 剛剛日文小口應該一百分 午餐時間到 剛剛一下課的時候 就突然想說 很想吃萊爾夫的那個這個 環式雞球乳酪 這是我大學的時候很常吃的東西 然後我就馬上搜尋一下 校內哪裡有萊爾夫 發現現在在圖書館旁邊 然後我就去買了 那我就是三大超商在校內 我就吃過了 就代表呢我到現在還沒有一起吃午餐的同學 明天開學第三個禮拜 可能大家課都很分散吧 不過還好我有這個 小小的地方可以待 很久沒吃欸 超怕已經挺瘦了 還好還有賣 而且還變一個新的包包 吃飽了 準備去上課 再兩個小時就可以回家了 今天要去學校報告 是我上初班以來第一次要報告 還是有點小小的緊張 不過感覺有萬分準備 所以應該沒問題 現在一樣是星期一早上的 這個住教的office hour的時間 那我就可以用來準備我下午的報告 我真的是超級久沒有報告的 你看我這樣休了半年多 然後都沒有課堂報告 但是比起大學來講 好像現在就沒那麼緊張了 就覺得不用那麼擔心 反正就是報告而已 這樣大家互相學習 不過這個報告比我想像中準備的還要久 我前天四點半才睡 不過這樣我昨天就可以比較早睡 然後今天再來這邊用一下報告 但是呢我這樣另外一堂課報告 我就幾乎作業都還沒寫 等於說我今天報告完 晚上可能就要趕另外一堂課作業 但是沒關係 這個報告好像比較重要 先過一關再過一關 它有點很方便 就是這附近有一間教室就可以 印印 不過你要自己準備紙 好現在就開始練一下我的講稿了 要去上課了好緊張 是我報告順利 下課了報告完了 真的覺得無事一身輕的感覺 而且這次我自己覺得我報告的還不錯 那你覺得以後報告會越來越有信心 明天晚上之前要交一個報告 那對我這一天半的時間 要升出那個作業 加油 笑不出來 現在已經兩點多了 剩不到24小時就要交作業 真的好想睡覺 說實在這個文章雖然很難 但是只要花時間看就還是寫得出一些東西 雖然有可能會有些地方寫錯 總之還好今天的報告很順利 所以我現在在趕大的報告也是覺得很划算 今天教師節 然後學校說停課不停班 這好像是第一次這樣 因為我記得從小到大好像教師節都還是有上課啊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那堂課老師說他上不完 所以他還是有上課 然而我下午當TA的那一堂就直接放假了 所以變成一次薪水小偷欸 再來分享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有一堂很難的課的 第一週的作業發回來了 那我本來以為會很慘 因為老師第二週的時候就說 我好像大家都寫得不好 然後有些人寫篇幅太少啊 然後有些人回答錯什麼的 所以我就想說我可能會很低分 沒想到他給我87分 然後等級是A 然後我就覺得哇 比我想像中高欸 而且這幾天我跟其他同學交流一下 我就發現我真的都比他們高 難道我在社會科學院的訓練有存嗎 因為同學大學都來自不同學院的 那我要給社會科學院一個讚 那今天就可以輕輕鬆鬆早點回家 然後再繼續寫下禮拜的作業 我會不會兩個禮拜要去買滷味回來吃 而且我這次還先用LINE點餐 然後直接去拿就可以拿到 超方便的 那我剛剛上課真的是快睡著 眼皮真的一直閉起來 太累了 剛剛是上日文 那其實日文後來發現是沒有學分的 不過沒關係啊就是想學 那現在要來吃午餐了 我的午餐 那等一下再上兩個小時就可以回家了 結束開學第一個月 在寫作業之前呢 我來講一下我覺得大學跟研究所最大的不同 就是研究所的作業真的很多 而且他是先開好 可能到學期末每個禮拜要讀的東西 所以就算你這一週已經寫完然後交出去了 那下一週是不是馬上就要來 那你也不可能真的很放心的都不管 所以就是永遠都有代辦事項的那種感覺 那還好我這學期有兩天沒課 然後那兩天可能就可以用來小趕一下作業 假日就不會這麼的趕 這種生活步調 對於一個剛飯王餐家回來的人 真的覺得超級 不能適應的欸 每天都下班都要寫 好嗎 好嗎 好嗎